咖啡要知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咖啡杯 那相信经常喝咖啡的小伙伴有不少都是咖啡杯控 可能会有不止一套甚至是这种不同材质的不同大小的这种咖啡杯 那我为什么要想做这期视频呢 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别人专门有讲过咖啡杯的 那我呢就喜欢做这种还没有人做过的这种题材 今天呢我会从咖啡杯的不同的材质 容量的大小以及杯型的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咖啡杯 那首先从材质上陶瓷 玻璃 不锈钢 糖瓷 那有人叫法郎 那这几种呢是非常常见的弹幕cue一下 让我can一下你们经常喝咖啡的杯子是什么材质的 我前边这一排从这边到这边是陶瓷的咖啡杯 那陶瓷的咖啡杯呢它在保温性上非常好 而且它在装咖啡的时候啊喝起来基本上不会有异味 再加上它非常好清洁 那所以说呢它不会留下任何这种意味 你去咖啡店基本上见到的这个咖啡杯都是以陶瓷的居多 那我记得我用的最长的咖啡杯啊是这两套 一个是acme的一个是艾陶乐的 那这两套杯子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买的 用了7年多了 到现在依然还在用啊 它们的厚度啊就足够的厚 太薄的啊或者是玻璃啊不锈钢的啊 你会发现它装咖啡的话凉的特别的快 我也想啊这就是为啥我们平时吃饭喝汤的这种碗啊都是比较厚的这种陶瓷的 大家都想喝一口热乎的汤嘛是不是 其实我在剪刚才在剪视频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啊 这两个杯子其实不是我用的最久的杯子 这个其实才是 这个是意大利的安卡普 那个时候我为了打比赛买的 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一个月的工资是1800块钱 在咖啡店里边 然后这个杯子呢 我一套买不起 所以说就跟几个咖啡师拼着买了一套 我分了两个 所以说每次搬家我都哇收藏着它 哇满满的回忆 那另外就是你会见到越来越多的咖啡店 或者越来多人喜欢用玻璃杯来做咖啡 玻璃杯呢它相比陶瓷的材质啊 凉的会快一些 保温性略差一点点 而且呢它装了热的咖啡的话 它会比较烫手 如果你们要用玻璃杯装热的咖啡 最好拿一个带把手的咖啡杯 这样的话不容易被烫到 我现在正在剪这期视频的时候啊 毕道给我端上了一杯烫的 拿都拿不起来的这个玻璃杯出品的美食 这是啥意思啊 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啊 来给你们喝一下 哎呀我去 那我见到不少的咖啡店呢 用这种小的玻璃杯来出品 这个Fly White或者是小杯的拿铁 那因为这种杯子它本身就比较小 也不会因为喝太久咖啡凉掉 而且呢它玻璃杯呢 这种整体的这个透度上边 会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很多咖啡店用这种玻璃杯做成冰的咖啡 或者是一些特调的咖啡 那整个咖啡的层次以及颜色就非常的诱人 如果你去酒吧的话 看到的调酒基本上都是以玻璃杯为主 接下来我再说一说糖瓷的 那糖瓷它有人叫它法郎 其实不是特别常见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我爸妈就经常拿着这种大糖瓷缸 里边泡茶也喝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这个贺南捞甲 经常用这种糖瓷碗 但是如果你磕碰一下 它外边的这一层瓷啊 就会很容易破掉边缘的这种地方 它很容易出现这种吊瓷的现象 包括我这个stock的随行杯啊 它里边就是镀了一层糖瓷的 那我就发现它的边缘的地方 以及里边的这种这一层糖瓷 它就会有明显的吊瓷的现象 而且啊糖瓷的这个咖啡杯啊 它不是特别好清晰 长时间之后啊 它会留一些咖啡的这种印字 因为大家都知道 咖啡的这个油脂 以及咖啡的这个印字 它的附着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这也是为啥我们经常喝咖啡的人啊 那个牙齿都会有一些发黄 很多人都会说 哎 牛老师 你为啥一天喝那么多的咖啡 牙也不慌 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点小窍门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让自己的牙白白亮亮的 嗨 一般人啊 我不告诉他 那我经常用的这款 OK OK 差点猝不及防了啊 幸亏必倒及时给我打住了 回到正题啊 糖瓷这个咖啡杯啊 它的确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就是越来越少见了 但是呢看到这种糖瓷杯 我还是挺怀念的 那另外大家也有可能见到过 不锈钢的杯子 铜的杯子 但是由于这些材质呢 它的导热性好 保温性差 那就只能放一些冰的饮料 或者是当成制作冰饮的那些器具 另外呢 我再说一下杯型以及容量 前边的这排瓷杯 从左到右 它依次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容量 这个是150毫升 那这个呢是200毫升 像这两个杯子 我都可以用单份的shout 来做拿铁或者cappuccino 你看这小杯量用单份刚好 但是呢 超过200毫升之后呢 基本上就要用到两份的shout来做了 不然呢味道太淡 那另外呢 像这边的矮的杯子 它会更适合做咖啡拉花 因为它不需要融合太多 那稍微高一点的这边的马克杯 那它制作拉花就会更困难一些 那另外呢 像这种阔口杯啊 也比这种纸筒型的 更适合做拉花 但是呢 像这种纸筒杯 它更适合做美式的咖啡 因为呢 它不容易洒出来 基本上呢 糖石的这个杯子啊 它的大小根据不同种类的咖啡类型 然后呢 加了牛奶的奶咖 比如拿铁 cappuccino 它的咖啡杯通常在300毫升以内 比美式可能要小一些 那像右边的这种呢 它就更适合做美式 杯子呢 会更大一点 是300到400毫升的 那另外呢 像不同的这个杯口的形状啊 对喝到这个咖啡的味道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这个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玄学 但是呢 的确是有一些差异的 如果你细心的横向做对比的话 就比如这两个杯子 它是同样大小的玻璃杯 那我做一杯一模一样的拿铁在这里边 那你就会发现Cock的杯子 它的奶泡啊 比收口的这个杯子的奶泡更薄一些 即使我们用到同样的牛奶以及咖啡 装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杯子里面 它就变得不一样了 那你喝到收口杯的时候啊 那前面的几口 就是这个奶泡的比例会更多一些 这是为什么有一些品牌 它会专门做一些闻香杯 那我之前在韩国的咖啡店 以及深圳的一些咖啡店 他们就用通过这样的一个出品方式来引导客人 用不同材质以及不同形状的咖啡杯 对自己喝到的这个咖啡的味道 以及闻到的味道的影响 那其实这个还是蛮有趣的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我们牛小看啊 那后续呢会给大家带来更有意思 更有价值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见 Cheers Cheers